跨在连续中的作用 那么我们在顶完跨完以后 我们要懂得收跨 这可能是网上还没出现 那我在教学当中我体会到了一点 如果你顶完跨的话 这个不会收这个跨步回来的话 它连续性影响是非常大的 你看我们顶上去不会回来 收跨连续 收跨才能连续 你看收回来 这个跨步再回来 它连续的发力就非常非常好了 那么我们走的时候 跨回来顶回来 这连续反手也是顶顶 你看拉回来 这个跨步就连续的去顶 这个也是收跨啊 这个也是收回来的跨步 那么如果说是 你在连续当中 你靠手去还原是远远无法还原的 只有跨步的还原 是你